您今年60岁了 创造力还是感觉在心里澎湃 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判断 包括我的学能力 包括我的身体状态 包括我所阅历的到今天 我认为是最好的时候 也是经历最充沛的时候 而且一直对这个雕塑 在雕塑前面感到 不觉得它是一个力气活 六米高的雕塑 没有脚手架的情况下 我甚至还能上去 所以那天我们在温州老家 安装王公帽的时候 老师说老师你小心一点 但也是我比较猛 但是那个地方我在底下讲不清楚 我就上去了 我就是看到雕塑那种冲动 只有这种冲动 所以说我一次次的激励着 再大的雕塑我也不怕 而是这种状态 所以说特别开心 这种创作冲动可以从年少的时候一直延续到这么多年 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是天生的 就像一个运动员 你必须具备着腿要长 你要足够的耐力 但是要有这个状态 那么你遇到一个好老师 或者遇到一个好的环境 把你这种东西再延伸出去 再加上你自己的努力 或者是你对自己的这种执着 你就出来了 当然有的时候往往一个人在对自己没把握 或者是你困到困难 你不敢再往前走了 这个时候你就会把你所天赋给你的 或电话给你的原有的东西 你把这个资源没用好 用好这个资源都是后天的 所以说天生跟后天这个东西不可缺的 您感觉到这个创作力量是从外面来的 还是从内生的 就是我就是有一种想表达自己的冲动 如果有机会就要把它释放出来 两方面 一个方面 你内心有这种力量的一种急剧 还有需要一个外力对你的施压 就像我们每天早上起来酸牙膏一样 剂牙膏一样 如果说是你没有牙膏那个内在的 那种管制的一个储存 没有一个外力的 你这个火化 这个力量是奔发不出来的 我是这么感觉的 所以说你内在的东西需要外力的去激发你 我觉得一个人的一个创作状态 你需要你内在对这个时代的理解 也有时代的妇女一个位在 位在是你这个激情的奔发出来 合成了一种力量 这个东西才能顺畅地体现出 一个一种艺术的力量出来